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日前表示 他对美国与日本改朝换代之后 新政府之间的联盟持乐乐观态度 相信两国仍将保持牢固的关系 详情请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对于亲美立场不及自民党坚定的 日本民主党登上日本的统治舞台 克林顿国务卿表示 虽然两国之间为了达成共识 和建立关系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但是美日在二战之后开始建立的外交关系 将经得起任何政府轮替的考验 克林顿说 我们已经开始与日本新政府进行广泛的磋商 克林顿承认在自民党统治日本50年之后 日本民主党上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日本新政府可能改变与军事保护者 和贸易伙伴美国之间的关系 他并且已经宣布 在明年一月之前将终止在印度洋地区 为支援阿富汗战斗使命的美国船只提供燃料 此外 有民主党人指出 要重新审视两国之间的安全同盟关系 还有人对日本分担美国 把8000海军陆战队员 从冲城岛调往美国军事基地关岛的开销不满 不过美日两国目前都对巨变的说法 持相当谨慎的态度 克林顿国务卿表示 东京出台新政策是预料之中的 就像奥巴马政府制定出 有别于不实政府的政策一样 变化不会影响到核心价值观 和国家安全利益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